上回我们说到,锦密等人不辞千辛万苦,终于是找到解救旭凤最重要的一个东西,由于锦密受伤,已经是危在旦夕,所以说润玉无奈之下只好使出尽数帮助锦密,然而锦密醒来以后先不说感谢润玉,而是抓着其追问为什么要让自己误会旭凤,两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一下子坠入冰点。 润玉现在一方面要顾感情,一方面魔族的刘英带着魔族士兵前来进饭,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第51-52集,来看看润玉怎么应付这一切。 大家好,这里是青青影视,如今第九转金丹已经练好,锦密看着这颗金丹瞬间喜极而泣,我也是,此刻我需要一包纸巾,随后锦密刚离开润玉便走来,她看着锦密的背影顿时有些失望,爱,有一句话叫做强扭的瓜不甜了润玉。 这一边望穿河上的船夫把锦密误认为另一位仙子,接着询问她是否还去老地方,她说那位仙子有着一把特殊的羽毛扇子,说呀到底是谁呀,哎呀我这暴脾气,接着锦密就立即想到是碎河的扇子,好家伙原来是碎河,让旭凤背锅。 于是呼锦密就托船夫将自己带到,那仙子经常去的地方,之后在岸边看见碎河的武器还有一些脚印脚印,怎么就开始掩探案了,紧接着锦密就顺着脚印找到了渔渊洞穴内的续凤,不过续凤线下只留住一缕破,这时她见续凤又开心又心疼,看到你们两个见面我总感觉心酸了。 随即就拿出练就好的九转金丹,亲自度给她,好激动好激动,终于要复活了吗? 而续凤在九转金丹的加持下涅槃重生,也让六界都听到她的重生之名,太激动了简直,我等这一幕好久了。 这时锦密见续凤已经恢复真身,当即就高兴地流下眼泪,不过眼看续凤就要苏醒,她赶忙就化成蝴蝶躲在了一边,你干啥要躲起来呀? 这一边,汴城王还在劝刘鹰不要出战,别出战啊,人家都已经复活了。 她言明此战一定会是两败俱伤的结果,对于魔戒来说也是没有好处,但刘鹰依旧不为所动,你怎么就那么酱呢? 怎么那么喜欢打架?于是,汴城王只好将续凤上有一线生机的事情告知刘鹰,这下看你还打不打。 于渊之地其实正是汴城王提供给穗河的,然而没告诉刘鹰也是担心她的安危。 刘鹰听后极为高兴,也就是因此才答应汴城王不再出征,希望是真的,好好陪穆词吧。 画面一转,旭凤醒来后看到穗河在身边,仿佛失忆一般,睡了多久,失忆多久啊。 于是,穗河便说出这些年自己一直度灵力给她,才保住了她的行魄,搞得好像紧密一点功劳都没有。 甚至还骗旭凤自己为她偷了金丹复活,真的无法理解,到现在还是无法改掉坏毛病。 接着,穗河就将这半年发生的事全都告知旭凤,旭凤遭遇这巨大的变故很难接受,你好像在听故事会一样。 她说什么你都信,紧密随即飞出洞穴才敢现出原形,如今的她无言面对旭凤,只希望旭凤平安就行,可是我磕的是你们两个呀。 而顾城王看到这般天象后,当即就集结兵力,准备搜寻魔戒,便城王则立即命刘英去渔渊带续凤快点离开。 这下好了,赶醒来就开始大逃亡,自己会设法拖延顾城王的时间,你们一天天的什么事情? 这时刘英和穆茨来到渔渊密道,不过刘英却看出穆茨的迟疑,你是不是要见到顾主有些害怕呀? 随后穆茨只好告诉刘英自己当年被顾城王投入渔渊,几乎丧命,之后自己就是发现这条密道才能保命。 穆茨的命运可以说是很坎坷了,所以现在又来这里,自己也有些害怕。 画面一转,当锦密回到玄机宫时被发现受伤,经过诊断是幽冥之火造成的,并且最少要调整半年,锦密都活了多少岁了? 差这个半年吗?不过这时候锦密喊的居然是续凤的名字,我说小锦密,现在可不能乱喊呐,另一边摩尊自从看见天象后就一直在摩剑,追寻着续凤的下落,这下好了,续凤又成了通缉犯了,变成王只好把续凤藏在渔渊之中。 这时他问起续凤今后的打算,等他知道来龙去脉,怕是要闹腾了。 不过在茫茫六界之中,续凤确实不知该何去何从,这个就是朋友圈的重要性。 此时,变成王又提议,可以让续凤找魔界,秦成王受命赐血为魔族族人,所以续凤刚醒来就要变成工具人士吗? 接着再取代现在的魔尊之位,最终与天界一较高下。 但是自古天魔殊徒,所以续凤还是拒绝这个提议,就是就是,把我们续凤当成什么人了。 这时,刘英和穆茨说起续凤,随后穆茨竟然带有促意地认为,刘英对续凤很好,你俩还真是不忘记秀恩爱啊。 紧接着,刘英就撒娇要穆茨被自己,搞什么,我怎么有点反应不过来,却忽然发现穆茨竟然流鼻血。 不是吧,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因为看见美女,但其实这只是穆茨身体开始不好的症状。 爱,终究还是要分开的,另一边续凤在梦中看到去世的父母,二人一直劝他要好好活下去。 醒来的时候,续凤十分失望,如今父母都离开了,只留下自己一个人,这样讲的怎么那么凄惨的样子,他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未来。 之后,续凤偷偷回到天界,看到枯萎的凤凰树,不禁又回想起了和紧密过去的种种,你们还能回得去吗? 续凤来拜祭父母,却并没见到母亲的牌位,天后做的那些事情,恐怕是不配吧。 此时,润玉正好前来,并告诉他先天后并没有资格享有牌位,啊这。 两兄弟相见气氛好紧张,接着他又斥责先天帝与先天后的作为,严明没有任何功绩可言,甚至有的只是不断的杀戮以及只手遮天的压迫,越说越气这里,但续凤并没有做错什么,要不是顾全大局,不然他连先天帝的灵位也不会立。 续凤听后,当即指责润玉没有资格说这些,何况先天后已经抚养润玉几千年,可是如何对待润玉的? 你又知道吗?如今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和嫡母实属不该,还是有一句话,未经他人事,莫劝他人善,自己曾真心对待润玉,但如今他忘恩负义已经彻底,将两人感情斩断。 但是,润玉也指责续凤几千年来,在先天帝和徒瑶的庇护下过得很顺心,却不知万年来先天帝和天后的作为,哎,润玉说实话真的很辛苦,以至于六界有无数生灵已经惨死于他们的手中。 接着他质问续凤可曾想过,为何仙水神要将锦丽许佩计自己,又为何一个乱臣贼子起兵反叛竟能一击成功,为何先天后自杀没人心疼,他真的一点都不值得心疼了。 其实这正是因为二人逆行道师所造成的,续凤还是活得太单纯了。 接着又搬出锦丽,谎称是自己和锦丽一起杀害他,续凤听后一气之下将剑对准润玉,但昔日续凤一手提拔的就圆镜包围住了续凤,果然还是物是人非了。 续凤见此很是绝望。 其实,续凤并没有做错什么呀,这时润玉下只拿下续凤,但是锦丽却突然出现,并将他们拦了下来,锦丽你又要来美女救凤凤。 续凤以为锦丽又在自己面前演戏,便掳了锦丽走出了这里。 其实,锦丽是怕润玉为难续凤,所以拦住润玉不让他继续追续凤,此时润玉发怒到自己的耐心是有限度的,这下尴尬了真的尴尬了。 于是锦丽只好用兵刃抵在自己心头,央求润玉放过续凤,你这又是何必,两个人都不高兴。 最后,续凤走向南天门,曾经效忠于他的天将们都没有为难他,他在离开前感谢大家的通融,但最后还是分别,这是要跟天界一刀两断吗? 这一边太似仙人将放水之势告知润玉,不过润玉虽然生气却还是原谅众人,这诡异的原谅让人害怕,接着他又表明此次法不择众,但还是希望大家下不为例。 润玉像极了笑里藏刀的人,锦丽来到玄机宫求润玉放过续凤,如今润玉已经坐拥天界,但是续凤却一无所有了,哎,这复杂的感情啊。 于是,锦丽就跪在殿前,长久不起,润玉一定会心疼的吧,反正我是心疼,但润玉并未理会锦丽。 另一边续凤将母亲生前最喜爱的灵火珠埋葬,以此作为母神的衣冠种,也就是你一次次服从,她是真的罪有应得。 此时续凤想起润玉对母亲的评价,自责自己对两人的关系没有怀疑过,父母有过,但是自己身为人子却从未劝戒过,你现在终于知道了,不过也不能全怪你,也是一种错误。 这时的她面对润玉十分无奈,毕竟润玉那么理直气壮,但是自己毫无辩驳之力,就连父弟母神最后的尊严也无法守护,那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情,很多错事。 镜头一转木词与续凤讲述自己的家世,言明自己一直活在仇恨之中,可后来的她才想明白,其实父母和族人拼命留下自己,根本不是为了让她活在仇恨之中的,终于活清醒的木词。 另一边刘英见遂合在鬼鬼,就想为难她幸亏续凤帮忙,随后刘英送了朱雀卵给续凤补灵力,续凤却想起当初紧密误食朱雀卵。 别再回忆了,我看多了都是眼泪,之后刘英与木词在回去的路上忽然发现木词长了白发,老了老了,天界这边紧密还跪在宫外,润玉最终答应下来,可紧密起身的时候却昏了过去。 又上演了一番苦肉计这事,随后紧密醒来发现房间被射结界,于是矿路前来解释。 紧密当即召唤燕,让她和自己一起破开结界,但燕又也破不开这结界,最终两人只能一起聊过往,紧密顿时气不成声,都已经过去的事情了,就不要再想着了。 之后的日子里,润玉直接就要让开除续凤先及,不让其进入天界,你这是越来越狠了呀。 不过,最终到底续凤和紧密之间以及润玉,他们三人的关系又会变得如何? 续凤是否真的就这样被丢出天界,木词渐渐变老,最终和刘英难道就这样分别吗? 这些内容我们下期再来分说,记得点赞转发关注哦。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